今天要来分享阴阳师台版7月21日的更新内容 特会7日礼包上架 从现在到7月27日 蓝票一张 蓝达摩一个 3万金币 每日额外发送一张蓝票 金币1万 50体力 连续7天 新外观上架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录版提到的万年组和花鸟券 这两个皮肤直到7月27日都有八折优惠 想买的朋友请趁早 因为花鸟券这个外观并不便宜 和小鹿男一样需要210皮肤券 上个影片呢我就提到这两个皮肤不太讨喜 可能是贵宝 又或者是一些人不喜欢他的3D模型 万年组则是眼神石 但其实也不是极度负贫啦 花鸟券我自己会买 组哥的话则要考虑一下 我其实是蛮想官方也一起推出犬神的白色外观 配合万年组一起是蛮好看的 还有就是我现在才发现到 犬神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外观 不动如山 在录版好像是达成了地狱收集的成就就可以拿到了 可惜我们两个外观都没有 可怜的阿旺 商银之旅第三期 主角皮肤又回来了 应该是400外观卷又回来了 对我来说是这样啦 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玩家会继续收集其他的外观 拿完这四个主角皮肤 这才是活动的最终成就 抽10送一活动 7月21日到7月27日 每抽卡10次可以拿到一张限式符咒 可是现在并没有4神的加倍 孤魂鸟活动和金币大作战也过了 应该没什么人会抽卡吧 阴阳聊更新 之前曾经介绍过的 新人录聊欢迎功能 可以自定义这个银星赫尺 也可以录音作为祝福 是用来下一下新会员的吗 合拼的功能在这一次也推出了 有人要找我的工会合拼吗 没有的话没关系 我等一下再问 哈哈 阴阳聊祈愿新增捐赠记录和感谢回礼功能 最近三天的受增记录四神碎片祈愿可感谢并回礼 可以让你查阅回 谁捐过碎片给你还有你捐了碎片给哪一位成员 在受增这里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点击感谢对方会收到这样的讯息 再点击下去的话你就会拿到一些小小的奖励 阴阳聊突破未完成仍然有奖励 就是我们会按照突破的进度得到一定的勋章 攻破勋章数成进度百分比再成百分之六十 最近自己的阴阳聊也是无法做到每天完成这个节节突破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更新 不活跃的工会相信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来到了本期的重要更新 四神技能调整 鲤鱼精大招泡泡之劳增加功能 泡泡之劳持续期间 目标暴击率下降百分之二十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技能原本的用途 消耗三点鬼火 混住一名敌人两个回合 敌人只能使用普攻来逃脱 这一个泡泡之劳能承受鲤鱼精攻击百分之一百五十的伤害 技能冷却时间一回合 满技时被困住的敌人 每次行动会受到鲤鱼精攻击百分之一百的伤害 泡泡之劳的强度会额外增加百分之二十 设计时的观点是什么呢 双主动技能的四神 很容易因为技能强度问题 导致其中一个技能使用频率较低 所以期望这次强化 会让鲤鱼精能够根据场上情况切换补助和控制两种模式 在队伍中担任更灵活的位置 增加上场率 犬神被动守护觉醒后添加 犬神会保护生命值最低的半数队友 比如队伍有六个人 其中三人会被犬神守护 任何攻击该队友的敌人都会受到犬神反击 但如果有多个犬神的话 反击的只有一个 这个反击伤害是犬神自身百分之一百三十五的攻击力 复仇之后 犬神会附加目标敌人百分之三十的攻击力 附加的攻击力不会超过犬神基础攻击力的百分之二百一十 直到他下回合行动结束 什么是基础攻击力呢 这是犬神角色成长觉醒带来的攻击力 并不包含一魂被动buff带来的额外加成 此外 犬神一进入战场就能释放守护标记 但是他的反击不再触发招财猫一魂 第三招星剑乱武 百分之九十二的攻击力伤害 提升到百分之一百零八 星剑乱武的鬼火消耗 三点鬼火变成两点鬼火 原本的技能对同一敌人再次造成伤害时 伤害降低百分之五十 被修改成伤害一次降低百分之五十 设计时观点 犬神作为大家在早期剧情就能接触到的四神 本身应该拥有符合其特质守护而专属的能力特色 为此官方强化了犬神的守护能力和守护范围 作为守护者也额外赋予了他借力打力的能力 强化其守护和星剑乱武的威力 我终于有机会练犬神了 相信一些朋友知道 我一直都是在练后手反击队 之前没考虑用犬神是因为他的成绩不太亮眼 万年族推出之后更像是抢了他的饭碗 官方说到犬神在第一章就出现了 这让我想到狗仔是很忠心的 等我将你六星吧 阿翁 刚刚才提到了万年族 没想到他也跟着加强了 普通攻击敌中剑 有30%的概率 带一名队友进行协战 被动足业守护 在出发之后本回合内并不会消失 持续到下次回合才会不见 不过这个守护不再守护召唤物 而且也和犬神一样 不再出发招财猫 这算是一个统一的修订 官方认为万年族是一个需要和其他四神携战配合的四神 所以才加强了他的普攻和被动 修复了凤凰火普通攻击 凤火提供的偷取爆击减益不会消失的问题 修改后为持续两回合 我自身是没有练凤凰火这个四神 早期斗技时他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雨火流你不可能不知道 而这个修改对他有没有影响呢 强化变形效果 变形效果同意为不可驱散 同时新增附带缝印被动效果 此外变形效果的状态图标 更换为新的样式了 变形的四神有谁呢 炎魔 燕燕罗 三兔和小松丸 在此之前呢 有一些变形可被驱散 有一些又不能 存在规则不同意的问题 而且变形状态的图标 和眩影状态也有点难区分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调整 最后一个更新相信都已经察觉到了 游戏的过场loading图 作为夏日季主徒 感受抢线登场的夏日季气息吧 说到了夏日季 陆版已经公开了四位主角的夏日新外观 而我们台版几时有呢 好的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欢迎你按个赞 你可以订阅频道 继续追踪更多最新的阴阳式影片和直播通知 在press play上 你也能以付费订阅的方式来支持我的内容创作 花鸟券万年族外观 你会购买吗 鲤鱼金万年族全身 你有没有在练这几位私生呢 主角皮肤第三期 是不是和我一样也会兑换400皮肤券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感谢各位这一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